过去 如果没人能摧毁魔神柱 未来 他就由我来摧毁 魔神之陨不该永远是人类的最强 你们才是联盟的未来 您放心 我一定会守护好彩儿 龙航尘 是你吗 彩儿 哥哥 你快来 小青 发现了一段奇怪的经验 好久那都没呀 但他的气息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现在 由我来宣布猎魔团 团队赛的结果 好了孩子们 你们该满载荣誉 回胜城了 虽然这次魔族的囚工结束了 但联盟与魔头的战争 还将继续 虽然你们如今只是世纪猎魔团 但我希望 你能早日定下猎魔团的发展目标 魔神之允不该永远是人类的最强 你们才是联盟的未来 是 前辈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强 这是魔神之允的团长 陈子殿前辈送给我们的见面礼 哇 大佬的礼物 团长 你快讲讲有什么妙药 灵魂锁链 史诗级辅助装备 史诗级装备 他的功能是把我们七个人的生命力连接在一起 跟他所受的伤害 有了这件装备 哪怕遇到实力远大于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生存几率也会大幅度提升 因为我们可是七个人 简直就是为团队作战而生的神器啊 还等什么 快点激活他们 除此之外 陈子殿前辈还和我说了一些事 你该知道 只要魔神助在 就能不断再造新魔神 然而魔神助坚不怕摧毁 我们尝试过很多次 难道失败了 原来如此 不摧毁魔神助 就无法完全战胜魔族 可魔神助又从未被摧毁 以前无法摧毁 不代表以后不行 人类的实力一直在进步 史诗装备和高阶密集也越来越多 总能找到办法 没错 那我们就把目标 定为摧毁第一个魔神助吧 我相信 只要我们继续变强 终有一天 一定能终结魔神助带来的六千年黑暗年代 迎来真正的曙光 真正的曙光 应该就像是晨曦的光吧 晨曦的光 晨曦的光 我们就叫光之晨曦 说将来我们晋升车号级联魔团 就用这个名字吧 六啊 光之晨曦 予以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光明 不愧是团长和副团长 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在灵魂锁链的加持下 从今往后 我们七人就是一个整体 趁着韩宇正式加入 之后的战斗 我想咱们应该这样 我与彩儿其次一起作为前锋 林心和陈英尔位于后方施展法术 王圆圆司马先作为攻击手 侧翼先途进攻 而韩宇的位置则在中央 既能为陈英尔林心提供保护 又有更好的事业 为全队提供增益 为了处理战斗中的不利情况 我决定 今后主要学习治疗和辅助方面的技能 弥补团队这两方面的不足 这就刚好弥补了高领队曾说过的 我们团队唯一的短板 韩宇兄弟 这可真对不住 都是因为我学不会治疗类技能 要照顾我们这么多人 你压力会不会有点大 不必多虑 国语团长递结不从契约后 团长的天赋压制共享 将我的先天内灵力提高到发生 什么 天赋压制共享 但倒是传说中的 光明之子的赐福 那岂不是说 团长就是光明之子 团长就是光明之子 我的先天内灵力九十七点 的确符合传说中对光明之子的记载 团长 我也是光树星 让我也抱个大推风 司马仙 我答应你 早就知道团长很强了 却没想到就是光明之子 你看 那副团长你那么强 先天内灵力一定也很高吧 一百点 你也 什么 一百点 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先天小怪物呀 看来以后 就是咱们几个同名相连了 谁跟你同名相连 本姑娘可是巨灵神血脉最后的传人 随着我的实力增长 巨灵神血脉 与巨灵神之盾 带给我的力量也越强 那那那 那 叶儿妹妹 你肯定不会抛弃哥的 对吧 虽然你实力还不强 但你放心啊 以后哥来保护你 又妖哥你瞧不起谁呢 我比你弱 本公主可是三水奶奶亲口承认的 灵魂殿天台 咸天混沌之铁 混沌之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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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陈银儿是混沌之铁 这在灵魂殿幾乎是接班人一样的存在 父亲说过 混沌之铁不仅必定能修炼至九劫 还能沟通异解魔兽作为战力 这种存在一直被魔族所忌惮 那 那你怎么才四劫啊 四劫算什么 信不信 本公主分分钟来看 你看 陈银儿五劫灵力两千零二十二点 叶花灵力 叶花灵力 你真的突破了 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知道本公主混沌真起的厉害了吧 你们都是一群 这么快啊 来来来 最新的战报看一下 去魔官大姐 少年英雄龙浩尘 操控守护与怜悯至神隐王座 不是吗 逼退魔神皇奉向 什么 这么牛啊 静不瞎吹 他又不是神隐骑士 怎么能用王座 快给我来一份 来 来 人 可不 一段时间没见 龙浩尘这小子 竟然这么厉害 哼 要是我在的话 这风头 还能让他抢去 还有李欣 你在这场战役中 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啊 怎么没看到你的名字啊 真是丢我 你要不想我帮我的 小鬼 你就承认吧 你也很为本羞成武王 绝眉武刺而入迷 我已经看了八鬼变了 真能够啊 什么 你还不肯说实话 那我就跳到 你说实话为止 小美女 你也喜欢我的武刺吧 本来就够了 还在这里 这不是龙浩尘吗 不可能 有 你想吧 通过场合扰乱秩序 执行拘留 走 喂 你们是赤裸裸的机座 第137次 准期是考核 失败 六十八点 怎么越差越低 你们这破柱子肯定坏 我就说浩尘这孩子有出息吧 龙浩尘 这不是走后门那小子吗 我就说这些年子们没见到他们 原来是走后门走到群木关去了 你们给我等着 我还会回来的 小与小败一败 少年有什么浩尘同款 关掉之段的温铁火灭套战 只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 来不了吃飞 来不了上帝 你们快看 这个拯救群魔关的英雄能好尘 是我们奥丁阵的耶 我听妈妈说过他 他们家以前就住在奥丁山 真的吗 教官真不认识他呀 安静 平哥奥丁子殿就你们的声音最大 真是我教过最差的一件 想认识这个少年英雄龙浩尘吗 那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要成为骑士 为了守护人类 守护杀粮 守护欺人 驱魔关大劫 浩尘这孩子功不可没 一华 你可真是教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学生啊 雄鹰注定奥乡于九天之外 以浩尘的新兴与努力 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或许再过几年 联盟的未来 就可以交给这些年轻人了 他们明天就会胜成了 你真的不打算见他吗 不了 接下来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这个大老师的 可不能落后啊 御龙军团医团讲武 前来报到 医团在上一场战役中 全部遇难 你是那一千人中 唯一的生患者 按照联盟的规定 我们会给你一笔津贴 未来 你不必为生计发愁 可以回家乡好好过日子了 谢谢联盟的好意 但我 想等伤好了之后 就回御龙冠 能说说理由吗 既然只有我活下了 我就要背负起他们的生命 而且我曾答应过一个朋友 但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追上他 成为一名强大的骑士 好 我等你 一定会追上他 成为一名强大的骑士 英勇 尺重 在他身上 我竟然看到了几分浩尘的影子 老师 正如您之前说的 他确实不错 江虎 你可愿成为我的弟子 真的吗 不过 我可能要辜负您的好意了 因为我的先天内灵力 低于十点 天赋 不应是任何人的枷锁 我能以九点之身突破武器 你也可以 而且接下来 我也会前往御龙关 难道 你不想重建新的医团 谢谢老师 谢谢圣骑士长大人 一团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 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士们 圣城 我们回来了 欢迎各位世纪猎谋团回到圣城 联盟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别墅 你们现在可以前去休息了 别墅 太宽敬了吧 太好了 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走 去见识见识 结束长什么样 龙团长 您等一下 盟主请您过去一趟 其实 我也正想去找盟主呢 彩儿 你们先去休息 我去去就来 盟主大人 这次驱魔关之行 你表现得很好 多亏了杨爷爷您的枉座之力 才使我们能绝地反击 这次驾驻 你 我以为神明王座有什么感想 我感受到了源源不绝的勇气与希望 所有人都因此被鼓舞 可我还感受到了您为此付出的代价 你已经被困于圣城这狭小的区域 且近百年 每一把神明王座皆拥有独特的制高力量 付出的代价也各不相同 但未来你突破九阶拥有挑战神明王座的资格时 我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杨爷爷 我听说虽然有六把神明王座 但其中一把却从未有人拥有过 不错 是永恒与创造之神明王座 他从未回应过任何挑战者 驾驭您王座的那晚 我做了一个梦 我去到一片绿色的湖泊上 那里有很多白色的 发光的小路 屹立在他们身边的 还有两座巨大的 望不到顶端的骑士雕像 而在骑士的身后 湖泊的最远端 是长长的阶梯 在那上面 我看到了一把发光的王座 杨爷爷 我想 那应该就是我的目标 那孩子 可比我们当年优秀太多 纵观骑士殿所有神印骑士 也没有一人提前获得过王座的召唤 我的孩子 当然优秀 既然如此 为何却不肯见他一面 与阿难的下一次战斗 马上就要到来 这些年 我与他数次战斗难分胜负 但这次 我却有个强烈的预感 我们的战斗即将迎来终局 与其让昊臣担心 不如不让他知道 请您将此物 在适当的时机转交给后人 星约 你竟然要把这个交给他 这 可能是我这个做父亲 能给他最后的东西 这是魔神之允的团长 陈子殿前辈送给我们的见面礼 是实际装备 我们就叫光之晨曦 终有一天 一定能终结魔神柱带来的六千年黑暗年代 七魔官大姐 少年英雄龙浩尘 劈腿魔神皇奉秀 驾驭神秘王座有什么感想 我做了一个梦 我看到了一把发光的王座 还有两座巨大的 忘不到顶端的骑士雕像 我想 那应该就是我的目标 这孩子 我的孩子 当然英雄 在适当的时机转交给后人 可能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能给他最后的东西 和他们一起经历了驱魔关一战 感觉如何 我曾经以为 我一个人就够了 一个人变强 一个人去杀魔神 一个人去报仇 但是 驱魔关一意 让我知道了战争的残忍 在魔神面前人类的渺小无力 巨大的落差 曾一度让我失去战斗的勇气 正是我的战友 让我懂得团队的力量 也正是他们 让我发现自己并无孤独 他们需要我 我需要他们 爷爷 对不起 以前的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固执地认为 您是为了圣骑士掌控您手 才将我从骑士里出名 让我去做团长的护从骑士 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您一直在想办法 将我从仇恨里拉出来 是我一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没能领会您的骨心 爷爷 谢谢您 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教导 小语 马文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 剑尾守护而成 方便知 小语 我决定踏上当初 您和爸妈选择的这条道路 我要与我的队友一起 保护身后千千万万的人 看来 和他们在一起 真的让你变了很多 现在 是时候把它交给你了 这是 传承之戒 嗯 这枚传承之戒里 有我们韩家 所有关于守护骑士的秘籍 他能帮助你 用你的盾 守护好每一个队友 安宇 发生不带打 快去吧 你在这儿留下名字后 咱们团里的名分 可就全齐了 嗯 嗯 嗯 欢迎加入 谁 你 想让我把你来 事件被我为传 出发 开 开 开 兄弟 小姐 有什么疯了 美人姐 我还有需要的团长商量 你慢慢忙 好 团长 咱们团接下来的计划 已经有了吗 虽然我们的目标 是摧毁魔神柱 但我们现在距离目标还太远 所以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事 就是接任务赚功勋 快速提升实力 但市级任务奖励的功勋太少 想多赚一点功勋 最好接降级任务 但我们升降级的功勋又不够 功勋的事 就交给林心来解决吧 首先 我们邀请四号猎魔团 来家里做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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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和他们团长露西大安的关系 谈谈合作 这样就能强强合作 快速发言 难道就不想成为咱们这些 第二个升到降级的团队吗 行 进来 这次就都听你的 哈哈哈哈 我们俩都合作了 看来林心那边成功了 露西答应接功勋 并与我们合作 接降级任务 有他们团在 降级任务也不会那么难 功勋够了 接下来 就只差升级了 你们要升降级 升降级需要四万功勋 你们这刚成团三个月 又没出过一次任务 拿得出来吗 能 四万功勋 就算凑齐功勋又怎么样啊 升降级还要证明全员五阶 猎魔团成立至今 还没有一个世纪猎魔团 能在成立半年内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就来做这第一个 请为我们办理手续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升降级需要考核团队实力 之前就有你们这样急于求成的团 无一例外的刚进去就被打回来了 这个法阵会传送你们到考核地 会有五阶各职业的对手 对你们进行团队战斗考核 考核开始 大家注意配合 上 下 准备登 下 下 下 放手 我刀 刀不住了 别担心 还有我在 我们就重力 吃我一锤 看我打破 你会咔 是极一号练为凡胜 获得升级资格 猎魔船 会毕杀魔神来生 这注定是一条 充满艰难崎岖的不归 所以 你们向前的每一步 都需要有足够的决心 与毅力 升级为降级 意味着 你们已拥有 独自身入魔族的资格 意味着 你们将承担 联盟尖刀的使命 此生 永不背叛联盟 若已决定 点亮巨火 激活降级权限 本宫就太不会看了 小音也是 重生动死 永不延弃 一起上头神 即使前方没有巨火 也要化身唯一的光 即使前方没有巨火 我们 也要化身唯一的光 恭喜你们 降级二十一号列国团 终于攒够工区来买装备 成功了 竟然成功了 发生了什么 十生最年轻的降级猎魔团 战胜了 他们好帅啊 啊 降级二十一号猎魔团 好年轻的降级猎魔团啊 欢迎来到猎魔塔二层 本层可以接取降级及以下任务 刘河 这就是猎魔塔二层嘛 走吧 先去看看降级任务 嗯 几杀十志八阶魔族奖励三万点功勋 哇 功学果然高了好多哎 但这八阶魔族还没碰到他我就没了吧 参与三个月战南关防御战 奖励有点功学 三个月跟我们接好几个任务了 哎呀不划算不划算 潜入加罗行手探查报魔族行尸 这十万无间能去的地方吗 那可早办啊 好不容易升了降级 这任务难的一个都没法接啊 这里有个新任务 啊 或许我们可以试试 探索悲笑动学 五万 这是探索一下就给这么多啊 哈哈 这任务做完 升级的功学就赚回来了 你好 我们想查看这个任务的详细信息 卑笑动学位于魔族中心去北侧 去深入魔族两千三百亿 根据情报 数月前 该动学因地质变动突然出现 有可能产出特殊宝石 如能在执行探索任务期间将其带回 除基本功学外 还将按宝石价值额外兑换更多功学值 哇 这任务看起来有水很多哎 需要深入魔族两千三百里 看来主要是考验前行 若是准备充分 风险倒不算大 最重要的是 这个任务的收益 可能是所有将级任务里 收益最高的 船长 咱们赶紧接 可别让别人捡了喽啊 满头 机会难得 嗯 好 那就接这个 通知陆希 我们明日出发 快 帮我把飞啸动学那个任务取消 赶紧把这个任务 送到王级去 并且这任务奖励 提升到二十万功勋 什么 连升两级 这种情况联盟史上从未出现过 并且之前任务平定 分明是将级 不 之前带回消息的帅级联盟团 根本就没有探查过洞内 但这次 另一支帅级联盟团在探查时发现 洞内出现强大的灵力波动 很有可能出现八级 甚至九级的魔兽 可是 这个任务五天前 已经被接走了 我现在联系他们 完了 他们已经进入魔族边境 联系不到了 什么 这可是王级任务啊 快点 去找其他高级联盟团 抢他们召回 这位骑士大人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联盟塔自有一套方案应对 您别急 交给联盟塔来解决就好 行 等他们回来后 好好给他们安抚一下 多补偿一点功勋 那主管大人 我就去通知其他高级联盟团了 通什么通 这种事情传出去 我们联盟塔的联盟往哪里放 必须压下去 再说 是他们自己布置死活摊小便宜 要是真受了什么伤 那也跟我们无关 这 没事 他们又不是傻子 遇到问题会自己回来的 等他们回来了 随便赔偿两万功勋就得了 随便赔偿一万功勋就得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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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就是星寻城了 是魔族边境里最后一个人类据点 大家今天休息一下 明天出发 请入魔族地狱 这是 传承之剑 他能帮助你 用你的盾 守护好每一个队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升降级需要考核团队实力 市集一号列火还生了 获得升级资格 其实前方没有巨光 我们 也要化身唯一的光 帮我把悲笑洞穴那个任务取消 赶紧把这个任务放到王级去 可是 这个任务五天前已经被接走了 探索悲笑洞穴 通知陆希 我们明日出发 一旦进入魔族领地 就要面对随时可能会袭来的危险 所以 我们先在星寻城休整一晚 明日再通过战事殿 注射的东南药才出关 咱们去前面吧 好 最近生意不好做啊 是 都是什么人啊 不知道 董村长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更快进入魔族领地 而且一路上危险性会小很多 什么办法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游离商人 游离商人 在人类和魔族 长达六千多年的战争之下 其实也孕育出了一些边缘一带 在这里 人类早在几百年前 就与魔族有了贸易宝来 而这些人 就被称为游离商人 他们有的是人类 有的 则是魔族 我们和魔族有贸易网了 怎么可能 这是因为魔族浮原辽阔 因此珍宝众多 甚至是人类可遇不可求的灵奴 但他们的生产能力就强 食物常年紧缺 而生产粮食恰是我们人类最擅长的 所以 游离商人就是通过用魔族需要的食物 来交换人类需要的宝物 从而达到双赢 正是如此 所以不管是人类还是魔族 都不会刻意计较游离商人的存在 如果我们能跟随商队一起前往魔族 就能安全许多 那我们还等啥 赶紧去找那些游离商人啊 你去哪儿找啊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你 颜言兄既然能提出这个方法 又得游离商人如此了解 想必是已经有了打算 没错 星巡城正是游离商人的据点之一 而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知道怎么联系他们 当然 我也是有些私心 如果我们这趟顺利完成了任务 我希望能给我们团队多分一点工训 这是自然 好兄弟 但联系游离商队的事 就全全交给点燕雄了 没问题 你怎么在搞什么 大律师 这可是我先念的弹药 我打听过了 近期要出发前往魔族的商队中 有一支更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就是月夜商会 月夜商会是星巡城最大的游离商队 每次光本人摸两斤 运活量都是最多的 因此招揽的护卫人手也是最多的 本想好了 拿钱办事生死由命 不超过六阶 不是六大殿所属 本哥 这些游离商团 通常不喜欢六大殿的人 所以我早已买通了检察员 只要不超过六阶 到达他们雇佣护卫的标准 就不会再检查我们的身份 没超过六阶 合格 进去 只要我们能成功汇入 就能跟随商队植入魔族 到达我们的任务目的地 住手 后面人还等着呢 快快 快快 都跟上 去那边排队领装备 什么时候出发呀 大概就这几天 所有人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集合出发 明天 不错 快快快起来 过来 有个人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入了魔族境地 看来我们这一趟会很顺利呀 没那么简单 看前面 那里双刀红 别慌 这些都是越野山会的魔族护卫 当游离商队进入魔族境地 往往都会再雇佣一批魔族护卫 去不形式顺利 让他 渔曼 你最好小心点 卑微的人类 请看小心我 哎 我要把你们吃赤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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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退下 是 回答大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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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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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那就是越野山会的会长了 继续前进 妈妈 走吧 彩儿 月琪 你们还有多久回家啊 这一路不会都是这么无聊的坐车吧 我看你这次偷跑出来历练是假 游山玩水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家里太无聊了 这一路也不好玩 太平静了 一点乐子都没有 那你想要什么乐子 母女要战斗 那可惜了 我越野山会背后是整个月末族 没有哪个不长脸的敢来找我的麻烦 好无聊啊 是我之前在星星城看到的 月琪你帮我买了 人类挺擅长做这些小玩意儿 你试试能不能解开 我已经走得整整一天了 快出那里客行省了吧 对啊 过了这个峡谷就可以了 月琪 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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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琪 什么声音啊 你别慌 带我看看 前路和后路都被堵住了 好的 是那里科兴上的掠夺者 他们平时有今天上的一些小的游命伤断 今天怎么敢碰我们 这些掠夺者不足为惧 打慢点 不要暴露身份 打慢点 就凭你 别敢动 又夜伤婚 我腻了吗 再加上我们 搞不搞 是齐魔族和狂魔族 加上列独者 骂里克行省的三大荒野不足 竟然全都来了 怎么又来了这么多 这个约翼商会是同魔族了吗 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 你们应当知道 我月夜商会背后是何方式 敢对我动手 就不怕迎来月魔族的报复吗 我们的部族都快饿死了 还还你什么月魔族 一起杀 为了部族 为了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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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我 要是放弃 对方的 可以由你的日常庆变 别冲动 尽管几遍 尽管几遍 这些卑贱的一等魔族 难道在火面前嚣张 看样子 他们今天就是想杀人猎猎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为今至极 只有用出这个 这是你们月明子的 小小 给我争取十五分钟时间 既然你们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这个魔法不断 是禁咒 禁咒 一切九剑魔法都被统称为禁咒 他们能引动天地之力 爆发这种无以能比较呢 是境界和毁灭的大女子 不好 绝对不能让他用出这个 快去把他杀掉 担心 担心这事 我不需要一定时间 现在的情况 还是太危急了 只想杀死 凶小后定月间 净空 他们俩把死大人全吃了 团长 我们还要忍下去吗 这活的回去是 下来啊 这还有几个 有个人听令 立刻发上装备 开始反击 射击 看下 射死吧 砸腿们 快出那里科兴圣了吧 是那里科兴圣的掠夺者 打慢点 要暴露伤 敢对我动手 就不怕迎来月魔族的报复吗 与此杀 为了部阻 回京之间 只要用出这个 凶小靠近月间 团长 我们还要忍下去吗 有人听令 开始反击 糟糕 我们的数量可能是我们的数十倍 龙团长 龙团长 你需要击合所有人的力量 你想我们做什么都行 从现在起 我们士气四号猎魔团 有你指挥 好 所有人调整阵型 你朝商会会长靠近 先保护他完成禁诏 你信 你军 滚得空中防御 凯御蜀的后方 王媛媛四马仙 付全体两翼 雷辛 做后勤志愿 白小木保护陈鹰了 负责地面攻击 韩道斯负责游走 击杀留起阵型内的魔族 陆西负责群体治疗 负责旁 和我一起 赢道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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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快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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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没有我的秘密 所有人不能下一个位 没问题 啊 这姑娘们俩波动有点强啊 杀不完他 凯儿 请礼禁州外北 我去看看情况 叶子 我的金空堅持不了多久了 你可得快点 叶子 轩姐 你 这边交给我 放月 放开 与锦绍 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高手 杀死猩猩剑 这死的太多了 我俩上去休息 二度 说干就干 让 快点 快点 好真 别过来 别 让人接受岗位 我来对付他 不要 你 算个人 想着 最后 手 忍 是复仇 放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好有离我锁链 其他队以后都能帮我们的胆伤害 天下 小的们 还等什么 给我杀 竟然还有一个季节 他的禁咒 还有多久才能完成 大概还有几分钟 几分钟 拖住两个季节 所有人守住马车 杀儿跟我来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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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隐 看雨 团长 我们是中心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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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人 昊尘 是要拖住他们吗 不 也许我们能赢 昊玥 混乱元素剥离 先轻弱他们 什么东西 居然把我的魔法能量 全都脱离了 刚刚好 看来我居然就流星天疯了 说这个小手段 就想对付奇迹 下辈子吧 记住全力 且消灭一个 下辈子 手剑 统统一片 怎么可能 受死吧 让所有魔族撤退 我少你一命 你不要太嚣张 你们都给我死 有花节目 学会建议 greet 下 terce 这不会炭泉 什么蚊子 跟凯儿姑娘造成的 他们居然解决了两个奇迹 为首领报仇 好死他们 全都给我 杀 挡住他们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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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前夜的卧神奇迹 走不了了 这就是 囚禁荆州的威压吗 感觉身体都要被撕碎了 不好 要查一下人色大人的骑士 亵渎月的一切非礼 接受月之惩罚 不愧是九戒见证 方圆击败你的魔毒 净乎瞬间全解决了 龙团长 接下来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 居然解决了两个奇迹 为首领复仇 莫是 好浅烈的魔神气息 亵渎月的一切悲逆 接受月之惩讽 方圆击败你的魔毒 净乎瞬间全解决了 可 democratic Rider 可警 作画 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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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金珠威力太大 车里马上就要塌了 是吗 在这边 快 月姐 往后走吧 难道这次 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吗 国宗 小心 你屍了 离开他 陈银儿 这儿危险 我们带你走 这 这不是办法 四把剑 合理先把银儿送出去 能冲锅吗 能冲锅吗 浩月的漂浮术 也无法带走所有人 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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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吃抹精 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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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 卖刀 这只是 密天魔龙 小小 这是你的保护者 不是啊 月姐 这个好像是假的 我身上没有冥天魔龙的气息 �蛋 大家不要怕 这是卖刀片的 快上来 快 所有人到黑龙山上去 好家伙 这下咱们得救了 彩儿 跟我来 联系 快走 这里把枪救杀了 救命啊 帮帮我 上来 皇城 快上来 逆天魔龙 这是逆天魔龙 是摩世皇陛下的逆天魔龙 见魔龙 如见陛下 摩世皇陛下 恭送陛下 太好了 终于搁救了 弟弟 你吓死我了 姐 我没事 天哪 我居然能站在逆天魔龙的身上 团长 好险啊 就差那么一点 多亏了婴儿妹妹和麦豆 要不然 我们可就永远埋在里面了 一头小猪 居然能变成翱翔天际的巨龙 这下你们知道麦豆的厉害了吧 任何生物 哪怕是九阶的黑龙 麦豆只要看过眼 就能变化成他们的样子 虽然变化而成的黑龙 没有任何实力 只能飞一飞下下敌人 而且 还需要消耗大量的魔晶和灵力来维持 但等以后 麦豆进化到高级 也许能变化成真正的逆天魔龙啊 看你还敢不敢再说 要把麦豆做成烤乳状 我爱豆 前面就是纳里克星省的边界 除了纳里克星省 我们就彻底安全了 彩儿 我们是猎魔团的身份 我们绝不能暴露 此刻店有没有一些秘籍可疑 来啊 麦豆 我这真好 感谢各位的救命之人 别急着感谢 毕竟人魔不两立 你想干什么 放开月姐 是吧 月魔族的小姐 年轻的猎魔团团长阁下 我可以保证 绝不泄露你们的消息 我从不相信魔族的保证 你们 对我做了什么 对我做了什么 玄灰之劲 我在你的心脏里中了一根同样的灰明之针 只要我引动静止 因为你身在何处 你的心脏都会被瞬间碾碎 而且只有我能解开这个禁止 如果我死了 禁止就会立刻出发 就算是魔神皇也救不了你 那这个禁止 怎样才能解除 只要你每年见我一次 禁止就不会发作 前提是我一直没死 但想完全解除 等到魔族彻底毁灭的那天吧 你 欺人太甚 现在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 你有什么资格讲条件 人魔不两立 我绝不会泄露你们的身份 此外 我还会尽力帮助你们 确保你们不会死得太早 我猜你们还要继续在魔族禁地 这里面的道具 能帮你们伪装成魔族 躲避风险 没有魔族敢阻拦你 的确 没有了伤会掩护 我们在魔族的行动并不方便 我们现在在魔族纳里克星上的边界 接下来 不管是继续深入魔族腹地 完成任务 还是绕道避开纳里克星上的魔族 直接返回联盟 都要在魔族范围内 走很长一段距离 而有了这个伪装 我们前往悲笑洞穴路上的风险 就可以大大降低 感谢你的帮助 岳爷会长 我们还有任务在身 就此别过 等一等 我 我的时间不多 至少 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或者 你想让我叫你 主人 龙浩尘 好的 龙浩尘 临走之前 可以再帮我一个小忙 你说 麻烦打晕我的属下 我有一种抹除记忆的技能 抹掉他们的记忆 才能绝对确保你们的安全 这个没问题 大家出发 先离开这里 是 是 团长 如果将来 你能对人类保持绝对忠诚的话 我们一定会为你解除禁止的 以好自为之 我相信 您一定会信守成 龙浩尘 你是我见过 最优秀的人类奇事 但仁慈 就是你最大的软背 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你 你可是第一个既救了我 又要杀我的人 谁啊 龙浩尘 我一定要得到你 走 我 那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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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的一切 等我醒来之后 就会忘记关于猎魔团的一切 只有我们两个逃出来 其他人全都死了 明白吗 团长 那个月夜 真的可惜吗 有劲之灾 不管可不可信 他都只能选择和我们合作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离开 能动用禁咒 他的身份在魔族绝对不低 我担心 会有高级魔族来接应他 趁早离开最为保险 父亲大人 您怎么来 女儿 该回家了 她们table 她们带死 坦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